先天遗传视网膜病变案例 2018年6月15号晚上 女儿不慎将酒精洗手液怒入右眼 我用眼药水简单处理 隔天她眼球下面一块血 便带她复院急诊 眼科专科医生检查后说 角膜伤害部分几天就会痊愈 但我发现她视网膜不像五岁孩子的 要做进一步检查 6月18号我带女儿就诊 做完所有检查 医生说 我确定她是视网膜病变 又叫视网膜色素变性 是先天遗传 你和丈夫家族中有得这种病的家属吗 我再三确认确定没有 我天真的问 这个病有何症状 医生说 会失明 视网膜大部分已坏死 当时只见视网膜照片黑一片 我已崩溃 只能不停地流泪 继续问 如何治疗 医生很为难地说 抱歉 目前没有治疗这个病的方法和药物 我浑身发抖地继续问 她何时会完全失明 医生说 不确定 我帮你约7月10号国大眼科中心做进一步的检查吧 等不及了 6月19号 我们联系两位顶尖眼底专家 做完所有检查 专家也确认是先天视网膜病变中的先天性黑萌 LCA 专家说 你女儿由远视眼170度及400度高度散光 散光的度数对五岁来说很罕见 视网膜80%的细胞已坏死 目前还剩20%的区域能看东西 正常视线范围是180度 但它的视线范围仅有中间区域 旁边区域是看不见的 患此病并不适合上正常小学 出于安全考虑 建议它上盲人学校 现在只有美国在研究先天性黑萌 有患者治好过 但目前尚未核准 或许还要一些时间 且费用相当昂贵 带着绝望回新加坡 查到在美国此病的基因疗法 2017年已核准 并且也有成功案例 但需要85万美金才能治疗一次 一次治疗也不知能维持多久 有人说一次四年 有人说能一辈子 虽然昂贵 但似乎有了希望 正在筹钱当中 朋友介绍说 可以试试原始点 从此开始改变日常饮食 食物少含量多温热 一周三至四天 赴中心按推温敷 将你抹头 运动等不敢松懈 每天喝淡浆汤或参汤 经过六个月原始点生活 身体一天天地强壮起来 在原始点调理前 容易生病 如伤风、感冒、咳嗽、口足、手症 经常出现 如今以上症状很少出现 体力也好很多 心里一直想 不清楚孩子眼睛是否康复 但之前的检查 让小孩受尽病苦 及心灵创伤 得到的结果 对眼睛或健康也毫无帮助 若检查结果出来 眼睛好了 可能会因此松懈 若胃好会增加心理负担 最好的选择 莫过于每天 过着快乐健康的 原始点生活 感恩张医师 原始点救人古术